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摩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抗疫聘经济反网》 大马Sir是不是有首歌歌中这位伟大的白头山血脈 好 为什么这个白头山血脈真的太厉害了 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找到解决新冠病毒的方法 太厉害了 他们的媒体就说 当其他敌人国家采访了 为这个新冠 这个发热症状 坐立不安的时候 我们宣布胜利了 已经是 搞定了 原来 他们就说 搞定了新冠 为什么 因为敌人指南韩 指气球 气球带过来的新冠 被我们全部打下来 不是飞机 所以 以后就没有这个发热症状了 没有 消灭的了 这个地球上没有了 好笑 我们看看他最新的个案是多少 根据朝鲜国家紧急防疫 司令部通报 朝鲜最新的个案就是 我们这个 170宗 发热症状个案 累计 其实是477万个个案 为什么他们宣布胜利呢 这个也是朝鲜单日首次 低过200宗的 所以他就说 我们打气球 不是什么 打气球是对的 打了下来就没有了个案 根据朝鲜社报告就说 而且 我们没有 人离世 最新的时候 现在累计离世 就有 74人而已 凶呀 双位数字 400多万人 只有双位数字离世 凶不凶呀 问你凶不凶 真的凶呀 好凶呀 当然 自从今年4月 以来 就有400多万个个案 99.98% 已经好了 跟你说 其他是不是搞定了 只有0.02%是未好 是啊 真的说你也不懂事 朝鲜现在 已经向着最终的胜利目标卖进了 不过 朝鲜 其实 说回这个现实 是极度缺乏 针对新冠的检测手段 是啊 所以这些数字怎么来呢 没人知道 朝鲜卫生部门今年5月12日 就确诊第一例的 发热症状 他们已经确定了 都是敌人 敌人 即是指北朝鲜的 兄弟南朝鲜 即是南韩 为了防御 病毒 关闭了国境两年多 连老大哥中国的物资也不要 根据 不完整数据统计 5月19日 朝鲜 的 官媒就说有262,270人 不明的发热症状 一人离世 当然了 7月初 他们就说找到了根源 就是敌人搞的 朝鲜政府就说发现了一个 新冠传播的途径 在追根 溯源之下一直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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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到来非军事区十公里的村庄裏 这个村庄 很近南韩 他就说这些就是外来物 这些是气球 就顺风这样吹过来 结果一名士兵和五岁的小孩 不小心摸到外来物体 這樣才會有新冠 哀樂麥就是指南韓有一些人士發放出來的宣傳物品 朝方的報導暗示南韓的氣球傳入了北方 這種說法基本上科學界沒有人相信 不用擔心 朝鮮人民相信就可以 就認為這些氣球怎會有這樣的能力 好像二年五十四歲的脫北者朴相鶴 二千年前就創立了自由朝鮮鬥士這個組織 很搞笑的說風向不正 什麼?風向不正? 對呀 笑得清明明是吹回那邊 吹回自己 怪不得對呀 早前這個韓國 這個南韓霸得很厲害 哈哈哈哈 笑得清明說風向不正如何飄過去 其實他們也說這筆筆是真的有發文宣 但是因為風向不正確給你 所以其實這個也挺好笑的 當然他們就說是你們錯了 事實上是不是呢? 其實那些氣球一般就是宣傳標語 上面寫著什麼呢? 可能你看一看都很嚴重的 就是我們譴責金正恩的虛偽 嘩 你敢這麼說 這個白球山血脈 你真不知道它的史字怎麼寫 原來 7月6日那次總共有20個氣球 從首爾的 西部升空攜帶了大量的物資 其實是給物資和口罩他們的 他們這麼說 我按照一單 醫書直說而已 我們引述 另外一宗新聞 可能對於朝鮮人民來說是一件好事 因為 俄羅斯駐朝鮮大使 馬傑角落 他就說 可能 就是要帶朝鮮的工人去頓巴斯地區 重建頓巴斯 我聽到那些 陸媒說 只是給他們一口飯吃 究竟不會這麼慘 應該有工資 不過我這樣說 我知道其實朝鮮 之前有些脫北者說 他們這些工資都是被 白頭山血脈 拿去 建設國家的 建設國家是怎樣建設呢 無人知道 原來 這位俄羅斯駐 朝鮮大使就說 你們 朝鮮的工人 勤勞 又 勤勞 又有耐力 對了 吃不飽 可能有餐飽飯吃 不會那麼差 怎樣都好過在 朝鮮 粗錢的 認知 就叫他們在烏東頓巴斯地區做工人 協助重建在戰爭被破壞的這些設施 他亦說 朝鮮工人可以幫助頓巴斯的頓涅斯克和勞金斯克 兩個地區是重建的 雖然聯合國有制裁 但是朝鮮和 烏克蘭頓巴斯地區 因為之前 朝鮮不是承認了 兩個所謂共和國的勞金斯克和頓涅斯克 記得當時 他們說原來潛在合作機會就是叫朝鮮人去打工 原來這個就是合作機會 當然啦 但是說真的 就算我們不是 不是說什麼 如果就是 每餐有飽飯吃 可能對於很多朝鮮人來說 都是一件美事 當然這樣不對 那麼差的待遇 在今時今日的朝鮮 滑海 有餐飽飯吃都是一個 奢望來的 對呀 俄羅斯的報紙也說 朝鮮工人能力又好 又勤力 在建築界是很有名的 其實你知不知道 好像大馬都有朝鮮工人 這個真的沒有聽過 朝鮮的 因為上次和大馬有些爭執 就是那次爭執之後就沒有了 好像立吉祥時代 好像有些朝鮮工人 有沒有記錯 當然我們是憑幾亦說 在最困難的工作環境下 都可以工作 是不是有餐飽飯吃就可以了 就可以修復 我們的社會和公共設施 朝鮮 承認這兩個 烏東地區 共和國引號 的少數國家之一 還有就是敘利亞 朝鮮外交部也說 烏克蘭過去積極加入 我們的敵人美國 不公正和非法的敵對政策 是犯下嚴重 缺乏國家間 公平和正義的行為 難道朝鮮很公平和正義 可能是的 沒錯 偉大的 白頭山血脈 管治之下 最公平最正義 又沒有新管 所以 沒有權對我們 合法行使主權提出任何問題和質疑 朝鮮在慣例上會派國民去海外做工 賺取急需的外匯 因為受到聯合國的制裁 這些勞工本來 在2019年底就會 送到外國做工 在最後期限之前 即是新冠之前 原來大量人在俄羅斯 中國還有 遼國 越南、馬來西亞做工 嗯 當然請他們 會怕有間 不會 不聽話應該沒什麼 另外我們看到美國 因為伊朗和 俄羅斯好像有合作的趨勢 也不是好像真的合作 原來昨天 華爾街日報 也說 現在美國會重新評估 朝鮮的核 威脅 而且專門召開戰略會議 今年5月下旬 幾十名美國情報官員 和軍官還有安全分析員 一起聚集 針對朝鮮開發新營 核武的情況 做了討論 評估來自朝鮮不斷升級的核威業 這也不奇怪 因為金仔經常寫一些不明物體 我也覺得有機會 還有很多東西他很神秘 你知道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還有一宗新聞 挺有趣的 朝鮮 之前記得朝鮮不是有些叫幽靈船嗎 突然間不見了 但是又出發現 來自朝鮮的貨輪 大鳳一號 重達3,800噸 自從2017年7月被偵察到 之後 再沒有人知道他行蹤 正正消失五年 近期 就現身 接近中國大陸的 這個水面 好奇怪 原來這個大鳳一號就現身於 中國大陸河北省 唐山附近的海域 真不知道什麼事 當然朝鮮 都在一個很神秘的角度 我之前去台灣地區看到 他們台灣地區有朝鮮的旅行團 好像五萬元新台幣就成行 但是你知道的規矩比較多 我記得以前大陸 熊永城也去過 是的 他會全程有人跟著你 其實這樣的旅遊 也可以的 但是 體驗一下可以 但是你說 究竟有什麼玩什麼看 我相信也是一個體驗比較多 你會不會去的 如果有機會讓你去的話 有機會我也想去看看 很有神秘感 你說得對 在一個這樣的角度 當然 自然是要失聯幾天 最多是 打電話給家人 應該是 我聽親朋戚友說他們去過 一些社交媒體 一定要 落爭了 否則 有些 有些 敵人的信息流入了朝鮮是不行的 你知道嗎 你去那裡 旅行 跟足他的規矩 應該沒事的 應該沒事的 沒錯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再見